就在奥斯卡颁奖戏场 明星们享受着小惊人光环加深的同时 居然闹了个大乌龙 由于颁奖嘉宾误拿了最佳女演员的信封 看到艾玛斯东的名字后 便将最佳影片颁给了爱乐之城 其实真正的最佳影片应该是月光男孩 最尴尬的是爱乐之城的主创已经上台发表获奖感言了 这可能是历年奥斯卡最狗血的一幕了 球导演的心理阴影面积 现场版的黑人问号已上线